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本被推测是要描绘乔治三世的座棋 但这幅画后来的主人罗金厄姆侯爵有不同的意见 或许也是因为这样这幅画就维持了未完成的状态 这幅画的构图可以说是这系列开始以来最简单的 就只有一个物件 也就是马 也因为简单而使人聚焦在马匹上 值得一提的是马的动态以及大小 这幅画以真实的马匹大小绘制 在马的生理特性与姿态面营造出了接近真实的临场感 闪烁宽广的眼睛和优雅的动态表现 让观者无法忘怀啊 如果在现场看的话用色十分的温润和谐 以褶色作为基调在光影的处理 仿佛都能看到动物毛皮的反光感 十分推荐各位到伦敦一堵生机 能看到非常多的细节以及氛围的营造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和Instagram 才不会错过我第一手的消息哦 名画下午茶 我们下次见